纵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李白是个大才子 他整天通过诗词炫耀自己的才华 唐朝人真的就吃这一套 比如说玉珍公主 就被李白的才华迷得欲仙欲死 玉珍公主觉得像李白这样的人 如果不到朝中做个宰相 简直白瞎了 于是果断向唐玄宗推荐了李白 李白长期自我麻醉以后 也觉得自己是宰相之才 可是唐玄宗是什么人呢 正儿八经从几次政变中 摸爬滚打走出来的帝王 他选用人才的眼光 那是相当独到的 他一看李白就知道 这家伙是个外强中干的人 迎是作对他在行 治国安邦没他什么事 于是就给他了一个汉林的身份 让他担任了御用诗人 李白心里很不服气呀 他怎么都想不通 老头子咋看不上自己呢 因此他的表现欲就体现出来了 为了征服唐玄宗 李白必须先征服 已经征服唐玄宗的杨贵妃 就这样的一首清平调 就这么横空出世了 云响衣上花响戎 春风俯坎路滑浓 若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月下逢 这可写得太好了 具体啥意思呢 看见了云儿就想到她穿的衣服 看到了花儿就想到她的面容 这可真是撩妹胜手啊 读完骨子都足了 这还没完 她从我身边走过 就好像一阵春风 带着露水吹过一般畅快 这位美女请留步 你莫不是西王母群玉山上的仙女吧 也许只能在摇池的月下 才能见到这样的可人儿 如果换一个时代 李白妥妥的能成为撩妹一哥 这种事放在任何美女跟前 都是毫无抵抗力的 我觉得杨贵妃本人 也是没有抵抗力的 可问题是唐玄宗就点了点头 便忘了这件事 李白跟发了疯一样 她觉得自己已经用了五成功力 咋还没能征服唐玄宗和杨贵妃呢 于是李白又开始加火候了 这么一来第二首清平调就问世了 一只红艳露宁香 云雨无山望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四 可怜飞艳以新装 这个时候的李白果然就更伤心了 她或许是觉得第一首过于深奥 以杨贵妃的文化水平看不懂 所以就跑出来写了这一首 这首诗就直败多了 直接把杨贵妃比作了带露水的牡丹 神女赵飞艳等等 反正就是一顿马屁拍足了 就看杨贵妃是不是上钩了 听完以后杨贵妃的眼神都亮了 很显然她对这首诗很满意 可是唐玄宗什么态度呢 依旧是看了看点了点头 又把提拔李白的事给搁置了 李白回来以后想了又想 觉得领导肯定在考验自己 现在已经到了升官的关键时刻 能不能做宰相就看这首诗了 于是乎第三首清品调又出现了 名花金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戴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停北已栏杆 前两首都夸了杨贵妃 却丝毫没有提到唐玄宗 所以李白这回把着眼点 放在了唐玄宗身上 以唐玄宗的视角来看杨贵妃 牡丹和杨贵妃一样 都是非常美艳动人的 唐玄宗看着杨贵妃时 从来都是带着微笑的 哪怕在外面有再多烦恼 见到了杨贵妃以后 也会烟消云散 这回李白算是把拍马屁的功力 用到时程 领导要是再不满意 那李白可能真的要 狂狂撞大墙了 杨贵妃看了这首诗 早就捂着嘴头笑了 李白觉得这回有戏 再看看唐玄宗 脸色也比之前好很多了 李白终于窃喜 可是提拔的事情 却依旧没有着落 这是什么情况 说好的给我做宰相的呢 其实唐玄宗 压根就没有给过李白任何承诺 在唐玄宗看来 李白就是个写诗的人 做个御用诗人没什么问题 更是让他当官 估计连个县令都无法胜任 为啥 因为李白身上的文人气息太浓厚 压根就不是半时事的样子 而且这家伙整天喝醉了酒 处理公文 那还了得 文采再高 也不能做大官 李白醉生梦死的 丢了铁饭碗 提拔失败以后 李白便开始了 自己醉生梦死的生活 他在喝醉了以后 给唐玄宗七草诏书 甚至让唐玄宗身边的太监 高丽时给他脱鞋子 这一下子算是闯了大火了 这帮人开始在唐玄宗耳边 说李白的坏话 李白实在是有点受不了了 于是骂骂咧咧的找到领导表示 陛下我这么有才却得不到重用 你老还是让我回家好了 本来李白只是想要威胁一下领导 他觉得唐玄宗肯定会因为自己的才华 而挽留几分 结果打脸的事情来了 唐玄宗让人捧了一堆银子给李白 这个月算你满勤 给你发全额工资 麻溜的滚蛋吧 这是什么情况 本来只是想装一下 看看唐玄宗的反应 结果还把铁饭碗给搞丢了 不过面子大过天 再怎么想继续留下 也必须要笑着离开了 临走间李白大声唱道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歧视 彭薅人 领导你瞧好了吧 我就大笑着离开这里 像我这么有才华的人 怎么可能会被埋没呢 李白就是这么有自信 回家以后立刻躲在被窝里 哭了三天三夜 杨贵妃也是个喜欢文莫的美人 对于李白的这两首饰 自然是心上异常 期间还被许多路人揣测 二人有私情 但后来却是杨贵妃 暗暗给李白使了绊子 原来高丽氏和李归年两个人 对伺候过李白作诗这件事耿耿于怀 在之后 继次唐玄宗想要召见李白的时候都挡住了 并且还在杨贵妃面前说 李白作诗诋毁他 可怜飞燕以心装 不就是把杨贵妃和赵飞燕对比了吗 杨贵妃听信了谗言 对着唐玄宗吹枕边风 可怜李白就此错过了试图发展的机会 郁郁不得志 之后离开长安浪迹天涯 还被人诬陷 最终草草结束了一生 结局 李白差点就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李白不屑做汉林 更加不屑做什么地方父母官 他想做的就是杨国忠那种宰相 他觉得自己的才华比杨国忠高十倍 只是没有一个好妹妹而已 等到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唐玄宗被儿子唐蜀宗架空 一下子成了唐朝的前领导 唐玄宗不服气呀 所以就穿夺另一个儿子 勇王李玲 在南方举兵和唐蜀宗对着干 李白眼睛再次发亮 他觉得自己做宰相的机会终于来了 而勇王李玲对李白的才协也早有耳闻 估计没少被他写的诗 所以聘请李白到军中做幕僚 李白兴奋极了 立刻给勇王李玲 写了十一首赞美的诗 合成勇王东选歌 其中有一首比较著名 祖龙拂海不成桥 汉武寻扬空射角 我王楼剑亲情汉 雀似文皇玉渡辽 这就太夸张了 李白直接把勇王李玲 并育成了秦始皇汉武帝 甚至觉得他们都不如勇王李玲 只有唐朝的唐太宗李世明 才能跟勇王李玲 有的一比 结果呢 结果勇王李玲被唐宗宗几下就灭了 李白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成了反贼 本来想要表现一下 日后好做宰相的 结果差点没把脑袋给搞丢了 0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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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